大家好 我是五天游戏 那今天呢 要来介绍的这一只角色 就是画面上大家看到的这一只 排位赛目前最热门最夯的 这个兵士陈野 那这一只角色到底强在哪里 他为什么干扰这么难给 那他到底是有哪一些能力呢 今天这部影片呢 会一一的详细做一个说明 那首先呢 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角色最强的能力 先来看一下他的觉醒1 他的觉醒1是这个标准血脉 运球加5 运球这个不重要 重点是大家看一下这个说明 我放大给大家看 兵士陈野超标准的投篮知识 当他进入起跳阶段时 就已经无法被干扰了 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 当他开启了觉醒1之后 他的干扰 就是他出手被干扰的这个判定的机制 会改变 那会跟其他角色完全不一样 他的干扰判定会提早 也就是说你没有提早贴着他 没有黏着他的话 你就会很容易变成是空位出手 这也是他最大的特色跟卖点 那我这边补充几个影片给大家看 好啦 这么猛 干扰 诶 炸球被 哎呦有了 打一些基本的招式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几部影片就是 一般的角色如果是换成是其他角色的话 这种出手正常来说应该都要给到干扰 但是兵士陈野有这个一绝的能力 所以他就是没有干扰 变空位出手这样 好 那再来我们看一下他其他觉醒的能力 那二绝的部分是这个超越标准 就是中头加5 然后兵士陈野会以更快的动作进行超标准类的所有投篮 那这边有影片 就是简单来说他的出手速度会变得更快 再配合他的一绝的那个干扰判定提早 他这个更容易出现空位的出手这样 这是二绝 那三绝的能力是传控加5 跟这个炸球侧步跳投跟被运集挺都有几率 可以晃倒对手 简单来说三绝就是加传控 然后加晃倒的几率 那视觉的部分是3分加5 然后在三分线的时候 就在三分线外也能用这个超标准跳投 那这边有影片 因为他本来如果没有视觉的话 他在外线的出手就是普投 那这个普投呢就没有办法吃到那一绝的那个干扰提早的那个判定的能力 但是他视觉之后有了这个超标准的跳投 他一样是可以吃到这个一绝的那个能力这样 所以这是视觉的能力 那三分也会更准一点 然后再来看一下他的五绝 五绝是抗扰加5 然后如果这个任意突破晃倒 如果骗到对手骗跳的时候 他三秒内会提升中头跟三分的命中率 这该状态还可以叠加 所以这个五绝呢是有一个叠加他的这个命中率的这个能力 那六绝的部分 这个冰闪接球 这招跑动加5之外呢 非常的强喔 这招就会像这个传奇流川一样 他在加速状态的时候 他只要接到球 他就会往前滑一步 然后这个往前滑呢 还可以配合他的这个炸球侧步后仰的这个技能 那这边有影片 我就是这招其实 第一个是他接球往前滑 这个本身就有晃倒的能力了 那他可以第一时间呢 去做这个后撤的动作 然后再进行拜佛等等之类的衔接其他技能 但是这招其实真的是蛮好用的 包含对方如果是双塔阵容 他两个进去抢板 然后你可以利用这招呢 接到球马上滑出去三分线外 然后做一个超标准跳投 所以他的六绝能力其实也是相当的好用 好那我们一样就是提供几个影片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六绝接球 然后再用炸球后撤后仰的这一招 太香啦 太香啦 六绝滑出去直接配视觉的超标准投篮 给我给我给我 六绝接球前突再一个后撤炸球 好那大家应该有看到影片的话就会知道 其实这个六绝的这个接球前突的能力 再加上不管是直接后撤或者是利用这个前突的一小段距离 然后直接拉出去外线投三分 其实都是相当好用的一个能力喔 好那以上是这个冰式成也的六种觉醒的能力介绍 好那再来呢我们就直接看冰式成也有哪一些招式 那我们就直接用训练场来演练给大家看这个部分 好那我们就先从他的突破来开始了解这一只角色 那这个突破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记得这个突破的规律 他如果今天要往右突破的话 他会先做一个摆头往左的动作 他才会往右边突破 那相反呢如果他是往左突破 他要先做一个往右的动作 然后才往左突破 那我们这边用慢动作给大家再看一次 那这是往右突破的部分 然后这是往左突破的部分 好那之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去记这个突破的方向 最主要也是大家在防守冰式的时候 你会更知道第一时间要往哪一个方向去做踩干扰 去帮忙防守的部分才不会第一时间跑错 然后就直接给他一个空位这样 好那再来我们就来讲一下这个冰式一般的进攻模式 跟他可能会做什么样的起手式 那像我自己是带三分抗扰的 我基本上呢接球我就会做一个 可能是一个接球 然后马上做这个炸球后撤的动作 然后先看一下你有没有跟上来 那如果没有跟上来 我当然就是直接炸球后仰就直接投掉这个三分球嘛 那如果你有跟上来呢 我也可以做一个拜佛 回来拉这个集庭的跳投 然后这一招呢 因为你的对位者需要贴我的后仰 所以你在回来想要跟这个集庭的中投的时候 其实是不太好跟 因为你会离开我的扇形范围 那再加上我一绝的能力 其实这种球往往都可以打出一个蛮极限的空位 那内线你说要补这么外面呢 如果你补出来 我也可以做这个传球的动作 直接传给内线 那内线就可以做一个轻松上篮 或是轻松灌篮的动作 所以这个对于内线也是非常大的考验喔 那不然如果你是喜欢打2分的话 你就需要去掌握他这个极限中投的位置 那你打的越极限 就是你的位置离内线越远 他需要补出来要付出的这个风险就越大 因为他有可能会因为他补得太出来 而导致说他这个内线呢 接球灌篮啊是来不及回防的 那这是第一个 那第二种呢 其实他有一招我觉得蛮好用的 就是突破加传球加盯防剑的这个后飘头 这一招如果你是打中投的话 你需要去记一下要站在哪一个位置发动 然后呢去打一个极限中投 你的位置打得越漂亮 其实对方会越难跟 而且他还有带后仰 那我刚刚有讲过嘛 对位者其实是会有需要贴后侧的这个压力 所以通常呢 他只要拉左右的时候 他第一时间就会有点跟不到 更何况你还带这个后仰 所以这招其实呢 是比想象中还要好用的 只是这个前提是你必须要先熟悉 你要站哪个位置发动 你才可以拉到最极限的这个后仰距离 这个也是我觉得 冰士打两分极限中投的时候非常好用的一个招式 那再来呢 是这个冰士有时候会打的这个双拜佛的动作 这边是一个失误 那我们下一球示范给大家看 他的按法是这个突破 如果你是持球的时候 就是突破 让对方有一个另外一个防守者来做斜防 那这样你就可以分球再制造出一些空位的机会 这样 所以这个双拜佛其实也还算蛮好用的一个位置 但主打的其实也是这个拜佛拉回来的这个 急停中投的这个极限中投位置 那基本上有时候冰士其实可以打得非常的简单 只要你看到对方内线 他没有拉出来的时候 你就直接做这个突破 然后做这个干把的这个跳投 那基本上都可以有效的制造出一些空位出手的机会 或者是你去观察对手有没有晃到 等等之类的这个进攻模式 那我像我自己是打三分 然后我又有六角的情况下 其实我会蛮常使用这个加速状态下去接到球 然后马上做这个炸球后撤 因为对手呢看到我加速往前冲呢 他会先内缩 他会以为我是要往内进攻 然后先内缩 然后突然我这个后撤 这个炸球后撤 其实有时候啦 有一些没有防守经验的玩家遇到这一招 都会不小心就是内缩太多 导致自己来不及跟 那这一招要注意他失误的点 就是有时候你如果到这个没有办法炸球的位置 你就会变成是这种失误 这个也是玩冰士的时候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那我这边补充一个细节 就是我自己在玩冰士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失误 就是如果你喜欢用这个加速接球 然后做这个炸球进攻在拜佛 然后如果你拜佛回来马上再炸球的话 你要知道你这个第二次拜佛 是会进CD时间的 所以说呢你第二次的后撤呢 就会变成是一个死球出手 你可能就只能做传球的动作 那万一你在前一段进攻 你又把这个传球先用掉了 他的这个甲头争传呢 大家也要注意的地方 他有6秒的CD时间 所以你有时候看到对方先做一个甲头争传 然后他突破这边又做一个跳头动作呢 那他这个第二拍的跳头动作 你就可以死冒他 因为他还没有回到他能够做传球的这个时间点上 这个也是冰士有时候在进攻的时候 打得太急会发生的失误 这个也是我自己在玩冰士一开始不守的时候 也会容易犯的错误 所以这个不管是玩进攻或者在防守者的时候 你在守冰士的时候 你也可以稍微去记一下 假设他今天呢 不小心呢 已经先做了一次这个 比方说像这个后撤炸球啊 已经先投过了 那他回来呢 又做了一个接球突破的这个跳头 你就可以去做这个冒他的动作 因为他这一拍是死球 而且也没有办法做传球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用六角发动进攻的冰士玩家 比方说像我自己也是六角会想要做后撤 可是有时候啊 这个动作比较容易发生的失误就是 你的前凸后的位置 结果是没有到这个可以炸球的位置 那你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你这样子呢 就可能容易被人家撞停 然后导致球被操掉 我觉得以上这几个细节啊 就是比较容易 冰士比较容易发生失误的这几个点呢 其实也是希望说 所有喜欢玩冰士 最近你还开始在玩 练习冰士的玩家 需要去注意的地方 因为刚玩冰士的玩家 其实往往要做很多细节上的操作 包含你想要把这些招式接好 什么双后撤啊双拜佛这些动作 你想要接好这些动作 可能对于很多玩家来说 就已经常常手忙脚乱了 所以这会导致说 他们平常在做进攻的时候 更容易会按不好 然后导致发生了一些 比较简单的失误这样 所以提醒大家 如果你玩冰士的玩家 这些细节的点 你是一定要去记住的哦 好那最后总结来说 其实冰士这个角色啦 他很多时候 并不需要打得那么的复杂 就不需要每一球都用到什么双后撤双拜佛啊 你按的越多 其实你越容易让自己制造出失误的机会 那其实有时候啦 往往冰士他可以打一些简单的东西 比方说我可能刚开赛我就先测试一下对手 这个后撤会不会上来 假设他有上来呢 那我就用拜佛再传掉再重新组织 那不会上来我当然就是直接后撤三分 就是直接空位出手嘛 或者是说 诶 假设我今天直接就打一个简单的突破 然后干把的这个跳头 去判断说对方的内线是不是会协访的 因为很多内线他真的都是傻傻的 就只知道站在篮下 所以我就可以利用他只会站在篮下的这个特性呢 去打一些大范围的突破 然后去做干把去直接打一个这个空位出手的机会 那最重要的点是 因为冰士这一只角色啊 他其实他的干扰判定跟其他的角色是不一样的 那很多冰士玩家在刚玩的时候容易发生一个失误 就是 比方说我可能突破到这边 然后对方呢其实是比较晚上来的 但是他已经有上来的这个动作 那这个动作会骗你想要传掉 就是你可能会觉得说 啊我这一颗好像快被踩到干扰了 然后就导致说 这一球其实以冰士的机制来说 他可能是空位 但是很多刚玩的冰士的玩家 他可能这种干扰的判定就练的没这么熟 他可能就传掉 那就很可惜这种会错失 他这种很近距离的这种空位的机会了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刚玩冰士的玩家 需要玩多长一点去累积自己的经验 然后更好的去制造出一些进攻空位的出手机会 那这个东西也是需要去多练习的 这个东西呢就是你玩多了 如果经验多了你就会知道说 其实他这样子就算上来了 他可能也给不到我干扰 那我就可以放心的出手这样 好那今天呢就是做一个完整的解析 关于冰士成也这一只角色 不管是在防守端或是进攻端 相信你看完今天的影片呢 你就会对冰士成也这只角色有更多的了解 那也会帮助你平常在防守冰士的时候 你更知道说他的突破会怎么走 那我应该要第一时间是往哪一个方向去做 跟防的动作 那假设你在玩进攻 你是玩冰士的玩家 你也可以知道说他容易发生的一些失误 那我就尽量避免掉这些失误 不要让自己在玩冰士的时候 常常可能被撞停啊 被操球 或者是做一些不好的出手判断 等等之类的 好那我是武藤游戏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的话呢 也帮我按赞订阅加分享啦 或者是你有对于冰士成也这只角色有更多的想法 也欢迎大家在下面做一个讨论跟分享的动作 好那我是武藤游戏 我们下部影片见啦 大家拜拜